今集Ask Kenneth為大家介紹 Pull-up 和 Chin-up 第一個動作就是 Pull-up with Pernated Grip 你會見到我用一個很慢的 Eccentric 下來 由 Deckhand 開始拉自己上去 Make sure Chin over the bar 第二個動作就是 Chin-up with Neutral Grip Form, Technique 和 Tempo 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比較完美的 Chin-up 就是 Chest to Bar 的 Chin-up 第三個動作就是 Chin-up with Supernated Grip 沒錯,當我們進行 Chin-up 訓練的時候 我們分別會用三個不同的 Grips 去進行訓練 當大家進行 Chin-up 訓練的時候 千萬不要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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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跩 除了看起來很噁心之外 和很容易令到手搶受傷 如果你的 Chin-up 下不了 是沒有完成 Full Range of Motion 是沒有計算一下 如果身形改造是你的終極目標的話 我們是不會做 Keeping Pull-up 如果大家目標是訓練背部肌肉的話 請大家用一個慢的eccentric去儘量訓練 千萬不要free falling 我嘗試在這裡作一個總結 第一,一定要以一個全幅度去作為訓練 第二,Chin一定要over the bar 第三,slow eccentric,就是negative 第四,一定要由deck hanging開始,拉自己上去 當我自己做引體上升的時候 我喜歡用一支bar來做訓練 因為我可以把下巴放在下巴上 大家可能留意到,我會翹腳和曲腳 放在我身體後面去進行Chin up 和 pull up 的訓練 目的就是用你的hemstring去幫你進行訓練